中戏的八大金钗之一 曾礼 三位前任都是营帝 现44岁 踢馆 浪姐2 随着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2》播出之后 让很多的人认识有能力的姐姐们 在第二次公演表演结束之后 有五位姐姐暂时离开舞台 但是《乘风破浪》的舞台并没有结束 同时迎来了三位踢馆姐姐 分别是曾礼 苏运营 杨晨玲 这三位姐姐有备而来 实力不容小叹 其中 一个姐姐深深吸引了张柏芝 那就是曾礼 当她进入馆内和姐姐们打招呼的时候 张柏芝直勾勾地盯着曾礼 走到哪里 她就看到哪里 那种拘谨又小心的模样 完全是一个小迷妹的状态 特别的可爱 虽说张柏芝也是一个美女 但是不得不承认 曾礼的气场非常的强 大美女看大美女 张柏芝的眼神都看直了 可想而知 曾礼是有多么美呀 随后 曾礼就发了微博 是谁在看我 曾礼是一个地道的湖北人 父母都是工人 虽然家庭算不上富裕 但是比起其他家庭来说 还算不错的 在曾礼很小的时候 就被父母送去学舞蹈 为以后的从艺之路 打好了基础 在1996年的时候 曾礼凭借着优异的成绩 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 与张子怡 刘烨 源泉是同班同学 来到大学之后 曾礼就和其他的七位女明星 也被称为中系八大金差 所以说 曾礼的美是大家公认的 宝建峰更是表示 她是中系出了名的好看 中系的两百多年的岁月里 没出现过这么好看的女孩 她就是这样的美女 我觉得以后也不太会有 像她这么好看的女孩了 在校期间 别人都出去拍戏 但是曾礼全身心地放在学习上 在毕业的时候 曾礼接到了一个剧本 本家兄弟在里面担任女主角 这部戏也正式让曾礼出道 三年之后就拍摄了 《男才女貌》 在剧中 曾礼饰演 颇有心机 却善良如玉 她凭借着超高的颜值 和完美的演技 成为了剧中的亮点 并开始有一定的名气 同时也走进了观众的视野 走遍了大江南北 更是得到了很多观众的关注 但是这部戏并没有让曾礼大火 之后 曾礼虽然在拍戏 但是也不怎么出名 后来在拍摄《聊斋志义》之画皮中 饰演梅三娘 她被前夫王安旭所杀 画作画皮女鬼 前来复仇 这一角色让曾礼迅速大火 在剧中 曾礼凭借着优秀的演技 吸引了很多的观众 尤其是当时她穿着一身黑衣的时候 一亮相就惊艳了很多人 这部戏可以说是曾礼出圈了 之后还拿了不少的奖项 事业顺利 但是曾礼在爱情上并没有那么顺利 这么美丽的女孩子肯定会被男孩子追 曾礼曾经谈过三任男友 最后三个男友都获得影帝 网友大呼 有望夫的命 没享福的命 曾礼的第一任男友是一位影视明星 叫做傅大龙 傅大龙幽默有才 亲戚说话样样精通 这一下子把大美女曾礼给迷住了 他们是在拍摄《归途长红》的时候认识的 两人相识并不是因为戏而生情 而是因为在剧中没有可以接触的戏份 当时傅大龙出道比较早 已经小有名气 而曾礼还是一个新人 曾礼是被傅大龙的形象所吸引 他们很快就交往在了一起 但是因为工作的原因 长期异地恋 两人几乎过不上交流 刚一年的时间就分手了 分手后 傅大龙凭借天狗 获得了华语电影传媒大奖 华表奖 金鸡奖三大奖 一下子就让傅大龙成为了最年轻的三料影帝 同时分开后 曾礼寂静了一段时间 之后开始在工作中忙碌了起来 而当时 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紧接着 曾礼就遇到了第二任男友 李一祥 当时的曾礼很好看 李一祥看到曾礼后 可以说是一见钟情 之后就开始了对曾礼的猛烈追求 当时 曾礼处在空窗期 面对李一祥的追求 俩人因为有着不同的遭遇 之后 共同的话题就越来越多了 没过多久 俩人就走到了一起 他们在一起四年 当时有人说了 李一祥配不上曾礼 还有人说 曾礼过气了 找男朋友都没眼光了 李一祥虽然本身业务能力强硬 但是长相平平 和在曾礼在一起的这段时间里 鸡犬不宁 让李一祥连连斩获大学生电影节的影帝 电影频道 电影百花奖等诸多奖项 而李一祥拿奖拿到手软 这段恋情却没有维护很长的时间 俩人就分手了 具体是什么原因 也没有人知道 之后 曾礼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拍戏当中 有人曾这样评价过曾礼 说凝聚了东方女性的美 她是一个敬业 认真 本分的演员 话不多 不矫情 不虚伪 她为人和相貌一样 干净美丽 在拍摄理发师的时候 认识了陈坤 在剧中 俩人饰演一对情侣 之后 便因戏生情 俩人在一起之后 媒体变各种炒作 当时俩人并没有对外承认 最后 俩人也分手了 在理发师里的曾礼 扮相很美 温婉 静谜 像是从油画里走出来的人间角色 而在2007年的时候 陈坤凭借云水摇里边的陈秋水 获得了中国电影节 华表奖 优秀男演员奖 而且还和傅大龙 同框领奖 不得不说 曾礼 真的很忘夫 曾礼的三个男友都拿过影帝 但是 曾礼依旧是个不温不火 之后 还拍摄了 旋风十一人 在里面 饰演较强的女校长 之后 又拍摄了 射雕英雄传 古剑七摊二 大唐荣耀等等 都是一些配角 在2012年的时候 曾礼从主角电视剧 《游礼的三国时代》 曾礼在剧中 饰演女主角冯雪 还出演了七月与安生 在里面演安生的母亲 从大唐荣耀里的杨贵妃 到青云志里的精灵夫人 曾礼把每个角色 都演得是淋漓尽致 虽然曾礼出道18年 但依旧不温不火 因为曾礼只想做一个 认认真真的演员 刘叶曾评价曾礼 她是全校公认的校花 但是她对自己 没有太大的欲望 也不在乎自己活不活 只要自己快乐就好 除了拍戏之外 曾礼就是围绕吃吃喝喝 自己动手做面条 坚持吃素 亲自种果蔬 经营小菜园子 一有空就出去旅游 生活可以说 过得很潇洒 随遇而安 不温不活 可能就是曾礼想过的生活 同时也期待 曾礼的体育馆成功 请不吝点赞